今天从佛山那边买了几株蝴蝶兰回来 刚好是我家里面缺的几种花形 今天到货了 一大箱子 还不知道里面的花件有没有被颠簸断掉 我来拆箱看一下 顺道呢又买了一斤水苔回来 不过它这个水苔看上去倒还不错 挺整齐的 这个是国产水苔 我没有买那种进口的 来看一下它的苗情到底如何 这个是双花件的苗 这个花件长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这次买的四颗苗呢 全部都是带着双花件来的 还有一个呢 居然带了三个花件 其实我挺热衷于买这种 只是带花件 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 完整的花苞的这种苗的 因为花苞一旦形成了以后 经过长途的运输 到了家里环境改变 很有可能会出现消苞的情况 但是像这样的 只是长了花件出来的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无非是到家里以后 可能想要看花的话 时间会稍微的要久一些 这几颗苗总体来说 苗情都非常的不错 它的这个叶片都是这种翠绿翠绿的 而且非常的厚实 花件呢 看上去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也很精神 重要的呢 是它的根系 都是带着这种非常健康的水晶头 这样拿回来 我只需要将它们放在通风比较好一些的地方 放在那里 让它们自己慢慢生长就好了 这样省下了不少心力 从广东那边买过来 发的是顺风快递 路上也就是耽误了一天 总体来说 苗情还是非常非常满意 四颗苗加上一大袋一斤的干水苔 总共花了120块钱 我还是觉得物操所值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个苗怎么样呢 好了今天这个